这个周末让我们看下面是go swimming go swim 去游泳 这个题里面考察第一个let's let's是let us 它后面紧跟的会是动词的原形 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去游泳那个短语是go swimming swim需要双写m再加上rng go swimming去游泳 然后我们回过头来根据这两点选择正确答案 第一个是let's后刚才说了 跟动词的原形 那么a是going 现在封词和cfc就排除掉了 正确答案应该在b和d里面选择 再看第二步去游泳它是go swimming 正确答案呢就是d b go是行为动词 swim是行为动词 一定记着两个行为动词不能同时出现 前面有的行为动词后一个必须在形式上做一变化 两个同时出现它肯定是错的 正确答案是d 你选对了吗 你选对了吗 啊